这时在跟我打招呼吗 您好 在跟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和人才推荐官打招呼 刚才闪亮登场的这个主角 就是我身旁的这个挖掘机 这个挖掘机有几个关键部件是用什么做的 针管 对 是用这个注射器做的 看到啊 看材质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全竹质的 我感觉啊 这特别像筷子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 它的设计制造者 年文睿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我叫我年文睿 今年23岁 我来自青海西宁 这是我自己用筷子做的一台液压挖掘机 真是用这个竹筷子做的 对 对 对 这有一个也是用这个竹子做的 竹筷子做的 这是遥控器 遥控器 对 遥控器这里有一个开关 对 然后 这些就是操作的 操作的方向杆 对 文睿 刚才我看你上台的时候 这个走路的步伐有一些特殊 对 是什么原因 出了一次意外嘛 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读书嘛 去打工 就15年的时候 然后在一家汽车修了一场工作 就是我在修那个车的时候 那个出现了一点意外 那个驾驶是掉下来了 压断了三节锥骨 压断之后就去了医院嘛 医院医生说诊断结果就是结瘫 哎 当时的话就是三节锥骨嘛 还有左边的跨骨 还有这左侧的一排肋骨 全都压断了 然后 当时就躺在床上呀 躺在 躺在床上 就那种心情很不好 就 之后就住了一年医院 16年到现在一直 一直在不断地康复 对对对 那你看你 今天来看 恢复的还是很不错的 恢复的还还行 还还好还好 应该说当时这场意外 也给你和家人带来了 很大的冲击对吧 对啊 花了很多很多钱 我爸妈都是农民 我家里还有一个 独六年级的妹妹 前天后后花了 大概多少钱 治疗费用 差不多四五十万吧 很多人一听到 断了三节 那肯定结果就是高位结瘫 你现在恢复到这个情况 我真是觉得挺出乎意料的 包括做这个 包括你康复 支撑你的那个信念是什么 我们当时受伤的时候 17岁还不到18岁呀 那时候你看 别的小朋友 都在玩上 我凭什么要坐在那龙椅上 或躺在床上呀 我要站起来 那时候就是 特别特别心情不好 我说 我说 现在我已经就这样了 一辈子坐在龙椅上了 撑了累赘 自己感觉自己没用了嘛 在医院很痛 或者家里就是很无聊 很痛的那时候 我爸妈也给我说呀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我儿子呀 对吧 你不能有那种想法 其实有的时候 当人遇到挫折和重大的变故的时候 家人的陪伴 是自己力量最大的源泉 一家人还算闯过来了 对吧 对吧 你今天这个作品的注射器 和你当时那段经历有关系吗 有 当时就是每天都在医院嘛 护士给我打针 我也就是从小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这些机械这些 我就想到这个针筒 跟那个针石挖掘 就那个液压感一模一样 对对对 就是当时 我从医院回到家之后 就是整天坐在龙椅上嘛 就是一次偶尔 我网上翻那个 看到视频的时候 他们用那种就是竹片 做的那种工艺品 我也想尝试一下 然后我们那边不是用的 青海不是用的 红颜色的枸杞吗 那个的树枝 就是它上面有刺 很直但是很细 我就用那个做了一台 做了一个模型 就是先把这个大笔 和小笔挖都做出来 用树枝做的模型 对对对 做工就很粗糙的那种 我就把那个就拆了 我想做一个 比那个更好一点的 我就托朋友买了一件 那个一次性筷子 然后把上面的一些 针筒拆下来 放上去 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它是一个静态的 它不会动 我就用一个笨 然后给它里面注水 这里面还很复杂呀 就是想到什么之后 买回来试 然后慢慢 买回来试 光和这个电路板 都是你自己做的 对对对 这一套前前后 大概花了多少钱 一千左右了 一千左右 光是投入就一千了 对 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之外 没想到里面还有 里面很复杂 而且还有一些 小彩灯 是 在发光 真没想到 你能把这个竹筷子 和这些机械的装置 拼在一起 这个第一台的话 那个挖掘机 我整整做了八个月呀 那一台挖掘机 我比如说 我让这个挖斗怎么动 这个转盘怎么动 行踪怎么动 然后就各种尝试 各种失败 比如说这个转盘 就是左右旋转 三百六十五 不少于十次 是每失败一次 这个就毁掉了是吗 对 就不能再用了 对呀 就得重新做 对 那八个月时间里 我就闲了就做 闲了就做 几乎就天天做 天天想办法 天天想办法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先试一下 我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做出来 现在做出来之后 我也就通过 现在我做的这些 给家里人 家里就是添加一部分收入 什么的 对吧 我爸妈毕竟给我制品 也花了这么多钱 你就靠做这个 目前给家里赚了多少钱 这个就是我 从一七年开始 也就几千块钱 我特别想问你 除了这个挖掘机以外 你还做过别的什么 摩天龙 飞机 然后龙船 有照片吗 有 这飞机也是你做的 对 也是用竹筷子做的 那个飞机是那种 破摸板 破摸板 这是个伦敦塔桥 这是个手机支架 这是我自制的一个工具 那个台钻 工具也是自制的 对 太厉害了这个 你做这些 最开始做的时候 父母支持吗 父母就是最开始做的话 也不是那种支持 就是你就是一天 闲着没事 跟让你就是 打发一下时间什么的 就抱着那种心态 然后当我做出来之后 一看可以 我父母也慢慢地 就挺 现在也挺支持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 挺孝顺的孩子 不甘于自己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积极地配合治疗 去康复 其次 还能说利用自己的一些 技能 尝试着为家里做点什么 真的挺棒的 就是我做这么东西的 最终目的就是我 做出来就是卖出去 现在是通过什么渠道卖的 我现在不是玩那个快手吗 有快手 网络营销应该最好一点吧 就是因为很佩服您啊 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身体恢复 然后有自己这个 独特的兴趣爱好 而且做的也 其实很天才啊 就因为不是所有人脑子里面 都能形成这样的一个 想法和做到的 但是就是说 因为年纪还不大 家庭呢 可能也需要你的经济上的支持 像这样的手工产品的话 它不可批量复制的话 是不是对未来的这个经济收入 可能会有挺大影响呢 就是靠一个一个那样去卖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 很难支撑未来的经济需求 这个的话我现在就是想到 如果我把这个挖掘机 这个卖出去的话 它就是你 需求跟不上的话 我可以联系那个残联或什么的 让那些残疾人 他们只要手能动 我可以教他们 他们也可以做 对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团队 然后增加你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制作量 还是挺需要的 其实现在在市场上 有成熟的这样的生产线 和玩具生产厂商 我建议呢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想法 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然后去跟他们合作 来 我们听听杜子健 有看他的快手账号吗 看到了 看到账号 5.5万粉丝 粉丝还是不少 粉丝不错了 但是作品不对 他作品全部是在展示商品 没有呈现到这个产品背后的这个人 以及这个人自己确责的故事 他要把人和产品 柔和起来一起拍 尽可能让自己的这个 人生和这个产品融为一体 就这个产品的稀缺性 是带上了你的人格的 拍出它的朴素 拍出你的勤劳 拍出你的生产之间 拍出你在奋斗 把这些精神变成价值 不仅仅是产品变成价值 我认为不是人人都能做KOL的 因为KOL下面还有KOC KOU 你懂什么叫KOL吗 不知道 来 于连你解释一下 KOL就是关键意见领袖 那KOC呢就是关键意见消费者 KOU呢是我去建立的啊 就是关键意见用户 那有的人可能只能做关键的意见用户 因为你KOL和KOC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些更多的广泛的KOU 就是让这些用户成为你的使用者 购买者或者是讨论你的话题嘛 所以像老杜他可以做KOL 但是他不能 就这条方向不是适合每个人的 好 我来给他一个补充 如果他自己身上不具备幽默感 不具备有趣性 他家里的那些小狗啊 小鸡啊 鸭子啊 可以在镜头里呈现出来 让他们产生趣味 就是画面的生动性 不一定要人物来产生 可以借助道具和其他的辅助 来产生他的趣味性 赶紧签杜子健老师 帮你打造成一个手工的网红达人 这个节目之后啊 可以跟杜子健老师 好好地聊聊 刚才杜老师说 其实产品要跟你人去练接 那短视频除了你拍作品之外 其实直播对你来讲 我觉得是最佳能够表现 你人的这个要素的 可能你拿出你这个产品的主题 需要背的这个物料 然后呢你可以直播间里 招募相应的小孩子 跟你一样从不去 对 所以呢你的小店 你就会挂上这些备用的教具 到底是什么赋予它 是从课程本身 就是让你的知识产品化 如果你需要一些教育意义的解读 我可以帮你 贾君刚才 我觉得提的意见非常好 就是从你自己做一个手工 你上升到教育孩子 来做一个手工 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啊 对 我刚才看你那个东西 就是除了简单的操纵以外 就是能不能 我想想能不能 加一点点人工智能 然后让孩子们再学会编程 然后就再深入进去 又切祸现在的大势 是不是挺好玩的 我们也要感谢各位企业家 给我们的这位年文锐小伙子 这些非常实用的建议 刚才大家只是看 想不想感受一下手感 我觉得我们就直接邀请 杜子健先生到台上来吧 对吧 你的直观体验 可能会影响后期 你从哪些角度 哪些领域 来帮助他做更好的推广 我家学渊源 我父亲 我祖宗都是木匠 从手艺的角度 他这个合缝度是很好的了 对 这是左 这是右 对 这是 这是转转 灵活度很好 可以在视频后来去卖的 我觉得你把这个针管这一块 最好把它包装一下 因为这个给别人带来的那种 暗示感是不好的 联想是不好的 对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针压功能是吧 对 它需要针管 有一个活塞它里面 那杜子健先生 有没有兴趣 在我们节目之后 好好地来辅助一下年文锐 更好地做这个短视频的推广 我来指导他怎么拍 怎么做营销吧 这个是卖得掉的 用了新 是用新做的产品 在这个万万没想到 展示环节的最后 就让我们再次感谢 年文锐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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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